特警手持步槍 一面戒备周遭 一面掩護平民逃跑 土尼西亞首都八度博物館 18号发人恐怖攻击 游客争先口后逃离现场 唯口深陷枪战 两名持枪歹徒闯入博物馆 对刚下车的观光客发动攻击 还挟持数人当人质 安全部队随后包围博物馆展开攻坚 虽然击毙两名歹徒 但也有一名警察殉职 事发时馆内约有100多名观光客 绝大部分都是外国人 包括波兰 意大利 德国 西班牙 都有观光客死在墙下 八度博物馆进临国会大厦 事发时国会正在讨论反抗法案 传出枪响后国会立刻停止运作 撤离大厦里所有的人 警方推测这起恐攻 是境内的伊斯兰号战团体 一手策划 2011年茉莉花革命 图尼西亚民众推翻强人班阿里 然而境内极端主义突然声势暴涨 大批图尼西亚青年 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 加入圣战团体 这些人回国后 就成为一颗颗不定时炸弹 威胁到当地治安 甚至外国人士的安全 记者吴先生报道